这个我们这个王谍老师从成都赶回来特意的跟我们朱老师做了一个呼应 下午的演讲也非常精彩 也非常感谢日本的和这个我们前面的美国的朋友 把我们这个佛教佛学和人工智能做的一些交付展示给大家 那么今天在国内呢 其实我是2013年开始真正的认识这个机器人 其实在过去可能机器人这个概念它只是自动化 只是这个我们的很多大量的这个计算机技术的一些应用 在10年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做了这个史博会 史博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了很多的多媒体的展示 那么我们在中国呢很多寺院 现在已经开始在寺院里面用非常多的声光电全息技术 在做一些整个我们虚拟现实等等一些技术来展示我们的佛学 展示我们整个佛经里面的所有的故事 这里呢就是今天因为这个会议呢我是上个月开始跟医法师傅碰到 然后开始用浙江城机器人协会这个平台参与进来 那么这里面也是非常感谢医法师傅 我觉得今天要讲这个机器人跟佛学呢就不得不讲了 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个人工素能的技术 显二那么显二今天来了吗 显二她本人没来 她本身的这个具有一个机器人形象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没有来 但是显二是一个这个公众号 我关注她已经从她开发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 那么她的智能化也一直在提升 这个是她的公众号 大家可以扫一下 这个账号主体呢 她属于我们北京的龙泉市 那么我这里不是这个在 我只是在介绍就是我们佛学跟科学 跟人工智能那个对接 因为龙泉市做得非常不错 他们把这个用微信的方式 其实这里面可能像苹果的秀 像这个微软的小兵等等 之类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 可以跟我们对话和交流的 一些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显示 那么显二呢 她是可以在这里面就是 大家如果去跟显二去做一些交流 就是问她一些相关佛学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佛教的一些教育 那么她呢 也在给大家做出她的一些诠释 那么龙泉市它后面这样就有一个主体 因为在这之前我也 它实际上整个构成后面 除了我们龙泉市的这个本身的一些师傅以外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中国自己做这个机器人操作系统的 像竹林公司 像那个科大巡飞 这样的一些机构和体系在做支撑 龙泉市也是目前我们中国这个集中这个人才最多的一个师员 那么这里面呢 我借这个显二呢 就是现在的一个发展来说 我就前两天在准备这个会议过程当中 我用那个英语跟她做了一些交流 但是发现就是可能还没到这个程度 我甚至于问她 他的回答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这样我们可以跟国外的这个佛学有些交流 就是吧 这个问题难倒了我 这个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恶比同佛 那么其实就是也是 它具有它的一些 目前所有的AI的一些幽默感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浙江省协会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成员单位 就是我后面有一台这个穿着我们的海青的这个机器身 那么这个机器身呢 其实从机器人的具象来说 就像刚才我们日本的师傅展示的 可能是我们把一些机械的 把一些这个后台数据的 以及跟互联网相连的 所有的这些展现在大家面前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讲台 有请我们AI的这个年轻的创始人 因为这也是个青年论坛 让他来讲一讲 人工智能和佛学的一些交流 有请这个刘瑞角 接着我们这个这个 AI的机器人的创始人 AI的机器人目前也主要 在这个海外里面